治真香,别洗了,刘家和徐家干起来了,走走走,吃瓜吃瓜,够富贵,在家呢,刘家和徐家干起来了。 马师傅,别练了,刘家和徐家干起来了,看热闹去吧。 你儿子已经亲口承认是他要抢元宝的东西,才会被打,你还有脸要赔偿,你们刘家立马给我滚出去,否则。 否则什么,你这个生不出蛋的烂麻蛋。 不好意思,元宝来了我们家后,我没过多久就怀孕了。 什么?你怀孕了?不可能,你这个烂麻蛋。 你才是烂麻蛋,你全家都是烂麻蛋,老四,他们要是赖着不走,你就把他们的腿都打折,然后再去县衙说他们私闯民宅,我们属于正当防卫。 你以为我不敢打女人啊? 你敢动我媳妇,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,那就是嘎了你。 大哥,别胖,上啊。 大女,小心。 见到有人受伤,刘大山和刘仙花,以及一旁的吃瓜群众都纷纷跑走了。 给老子闪开,忽然打废你。 姥姥,姥爷,舅舅没有事,只是晕过去,不过这件事不算完。 很快元宝是刘仙花的亲生女儿,刘仙花这几年在李子村是怎么虐待元宝的事情都在前美村传开了。 而此事也让刘家在前美村名声访意。 你这个逆逆,居然生了女儿都不跟家里说,还惹出了这么大的事。 现在村里人都说我们供奉的不是神灵,是妖物。 你是想我们刘家从此消逝吗? 刘富本来是前美村的无限,德高望重,村长做什么决定都要跟他商量。 现在却成了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 当家的,不好了,刚才有人说坟包坡那边落了汗雷,我赶去凑热闹,发现咱爹的坟被汗雷炸了。 你说谁家的祖坟被炸了? 咱家的。 逆子,逆子,一群坑爹的货。 这下子,他便是人人口中遭天前的货,以后没人找他驱邪,没了挣钱的路子。 唉。 真是原家路窄,死丫头落单被老子撞上了,是你害得我被老爹打,现在有家都不赶回。 又是你。 死丫头,老子要嘎了你。 你不会伤害我的。 吃,我是不会伤害你,我只会把你套进麻袋里,扔进花楼,就是因为你这扫把星,把我家害得这么惨,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,将你收拾了。 唉,叔叔,你好烦呢,我就是出来遛马的,对不住,我也是为了自保,不想挨打。 气沉丹田,八卦。 小呆马,你太没分层了,怎么能下脚这么狠? 叔叔,你放心,小呆马说了,你没有生命危险,就是动不了而已,后面会有人来救你的,我先回去睡觉觉了,晚安。 哎呀,这不是刘吴贤家的大三兄弟吗?敢请您是躲在这里辞杀,舍不得亏杀啊? 这老天爷什么时候才能开坑,下一场雨啊,瞧刘大山逗逗的吃饭了。 哎,好了,别再说了,刘大山好像是受伤了,动不了。 娘亲,舅舅醒过来了吗? 你舅舅太久没睡好觉了,可能会睡很久的,元宝你吃完饭后,让你爹爹先送你回家,咱们下次再来姥姥家玩,好不好啊? 娘亲,舅舅是为了救您和弟弟们,才受伤没醒过来,我们都不能回家哦,一定要等舅舅醒过来。 傻闺女,那你快点去洗刷,然后吃早饭再过来看舅舅。 娘亲,舅舅睁开眼了,舅舅睡醒了。 那,姐姐,你们怎么都围在这里,不用去地里干活吗? 哎呀,你可吓死爹娘了,还好老天保佑你醒过来了,否则让爹娘怎么活啊? 阿姐,傻孩子,以后不要再挡在姐姐面前了,知道吗? 舅舅,你不傻了吗? 我从来都不是傻子,还有,你是谁,我怎么可能是你舅舅,我姐姐还没出嫁呢,不要胡说八道。 那你记不记得你今年多少岁呀? 真当我傻子啊,我今年九岁,不,不对,我好像不止九岁,但,好痛,我脑袋好疼。 阿姐,别想了,有些事情咱不想哈,醒过来就好,醒过来,爹娘就开心。 疼了一会儿,徐崇杰已经把自己浑浑饿饿这些年经历过的事情,全部记起来,也知道自己变傻后,让父母承受村里人这么多年的嘲笑。 那,是儿子不孝,让您二老担心了。 不怪你,不怪你。 行了,咱们不说这些话了,阿姐,你一定饿了吧,姐姐去给你做好吃的,你不傻了,咱家以后的日子一定能过得好的。 老太婆,走,我们去找村长,让她开祠堂,把这好消息告诉祖宗,多谢祖宗保佑。 我记起来了,你是元宝,对吧,我们昨天还去水里抓螃蟹的。 跟我套进壶没有用哦,你根本不是我舅舅,说,你是谁,我舅舅去哪里了? 古代的小屁孩都这么聪明的吗,还要不要人活了。 什么古代不古代的,你快回答我问题,不然我叫小呆马进来了。 行行行,我回答,我回答。 好,你别看我年纪小就觉得我好糊弄,我告诉你,我好凶的,我会咬人的。 我是徐崇杰,换句话来说,我是你舅舅。 别叫,小丫头,你让我把话说完啊。 哼,你在骗小孩,我都五岁了,不会被坏人骗了的。 我没骗你,我是徐崇杰,但我不是以前那个徐崇杰了。 说人话。 就是几年前火灾的时候,我失去意识,醒过来时就变成了21世纪的徐崇杰。 小丫头,21世纪,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? 就是穿越,穿越总懂了吧,我灵魂穿越到21世纪,在那边生活了整整九年,然后我发生车祸,灵魂又回到安王朝这里了。 这么说,你能听懂了吗?所以我真的是你舅舅。 我不知道什么是穿越,也不知道什么是21世纪,更不相信你是我的舅舅。 那我要怎么证明,你才能信我的话? 你把这糖葫芦吃了。 吃糖葫芦? 对,快吃,不然我叫小呆马揍你了。 我吃我吃。 哇,你真的是我舅舅啊,呜,舅舅,元宝还以为你被妖怪吃了呢? 你这孩子,怎么我吃糖葫芦就相信我是舅舅了,刚刚不还说我是坏人吗? 因为你吃糖葫芦的样子,和傻傻的舅舅一样啊。 元宝,你也知道舅舅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,现在急需要赚钱,我们一起去河边抓螃蟹,然后拿去镇上卖,我们五五分怎么样? 好呀好呀。 就这样,元宝接下来两日都和徐崇杰待在一块,舅舅俩关系比亲兄弟还轻。 这不,元宝吃过晚饭后,就坐在院子里等着徐崇杰回来。 舅舅,你回来了?小螃蟹和河棒都卖完了吗? 你舅我可是21世纪销售鬼才,肯定卖完啊。 舅舅好厉害哦。 那是那是,不过小元宝,你的掩护打得好不好呀。 姥姥姥爷,还有你爹爹娘亲有没有发现我不见了? 舅舅你放心吧,我打的掩护从来不会穿帮。 我跟姥姥说你去祠堂跪拜祖宗了,让他们别去打搅你,他们信了。 牛班,不愧是我外甥你。 你 habla我们大家没关系,涝omina搜导音讲笑咨舅河方的崖是 EDU道场UT respectful了! 数位的我们认为也是也是只有CEDUK。